走过斑马县进入骑楼 可以看到用来保障行人通行的绿脚丫图案变大了 路过的民众相当肯定 这样很好啊 这样很好 我觉得让大家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要注意这样子 让给行人通道 这样很好 我觉得很好 对 像以前有时候好像会被车子都停等牌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有规矩了 很好啊 怎么说呢 这样子的话就有个间距嘛 有个区别啊 对 这个地方人家就不会停自动 市政府交通处最近重新完成张贴 变成大一倍的绿脚丫 要借由醒目的图案来提醒机车组 不要占用行人通道 避免受罚 其实透过这一次我们试贴 然后包含这一次最近在 交通处这边在进行的这个实体的 标线的划设以来 我们也尝试着用实体的标线 以及大型的这个脚丫 来替代这个临时性张贴的这个小型的脚丫 那目的还是在提醒民众在使用这个旗楼空间的时候 还是要做这个预留给人行一个有善有爱的一个通行空间来提供民众来做通行 那其实在以行人穿越到转角的这个周边 未来也持续会是会这个警方的一个执法的重点 那其实目前还是有零星看到有一些车辆会停到旗楼转角 或者是我们有账贴脚丫的这个区域的部分 还是在这里特别有呼吁市民朋友 如果有骑车到这些处所的时候 看到这个脚丫的部分 还是务必要将车辆不能停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很明确是给行人通行行走的部分 另外由于市长谢果良也注意到 有些民众需要临时从路边进入旗楼 因此市府也设法为行人流出了通道 市长在执行这个友善政策以来 那也其实也都发现我们的旗楼地到我们的人行道的部分 其实先前常常停满了机车 那造成行人从旗楼要到人行道 或者是车道做一些接送临时接送的状况 在上下车搭乘的时候都不是那么的方便 所以特别针对了我们旗楼的一个空间 然后针对这个绿脚丫的部分 也请交通处这边能够有做一些处置 那旗楼到连接这个人行道部分 也能够借由这个绿脚丫的张式张贴的部分 让车辆不要停放人行能够好走 全市目前已经划设了130多处的绿脚丫 市府交通处也再次呼吁机车族 在骑楼看到醒目的绿脚丫图案 请勿违规停放车辆 共同来确保行人和轮椅族朋友通行的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